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星期天开始访华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今天会见了他 副外长谢峰与他举行了会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评论说 双方的会谈深入坦率 对两国关系是有益的 但中国外交部的对外通报 详细展示了谢峰副外长所表达的对美强烈不满 他的话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片赞誉 谢峰抨击美方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 指出对抗遏制是他的本质 合作是权宜之计 竞争是话语陷阱 他说美方既要坏事做绝 还想好处占尽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谢峰还痛斥美方所谓 从实力地位出发与别国打交道的 傲慢宣誓 强调 协迫外交的发明权 专利权 知识产权都非美国人莫属 过去呢 中国很注重为中美会谈营造良好气氛 即使双方有很激烈的言辞 也未必对外公开通报 这一次中美天津会谈 中方迅速将谢峰副外长的强硬表态公之于众 强化了从安克雷奇会谈开始 中方与美国打交道的重要姿态调整 就是我们不会再为维护中美关系的舆论氛围 做单方面努力 这种变化的基础是 中国社会对美方的霸道受够了 我们也对中美在可预见未来实质性改善关系不再抱幻想 中国公众强烈支持国家在对美关系中捍卫民族尊严 坚决回击美方的各种挑衅 与他硬碰硬 美国最近两届政府实施恶毒的对华遏制对抗政策 中国人民愿意众志成城 共同承受不向美方屈服所对应的代价在斗争中 赢取国家的未来 换句话说 在美国挑起的对华冲突各个方向上 中国政府无论开展多么强硬的回击 中国社会作为整体都会无条件支持 美方需要死了 他能够通过制裁和唯独改变中国制度和政策的心 老胡呢 希望美国的亚太盟友 尤其是日本和澳大利亚 也能审时夺势 不要上赶着做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帮凶 不要将自己置于对抗中国的最突出位置上 否则他们就是在拿自己未来的国运赌博 美国必须接受一个基本现实 中国这些年就是发展的比美国快 未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趋势 不可逆转 他需要学习与一个强大独立自主的中国和平相处 遏制中国发展 以及把中国搞得像苏联那样自乱并且崩溃 都是美国的幻想